小犬變猛犬 颱風南半圈特別暴力 要慎防破壞性強風 致災降雨 對中強硬力挺台灣 美國中院議長麥卡錫 被罷免下台 接下來將可能產生什麼影響 台灣潛艦國造背後 有什麼樣的美國戰略 專訪前美國國防部官員 胡振東深度解析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芳姐 馬上帶您來關注小犬颱風的動態 把時間交給西想主播玉婷 觀眾朋友晚安 我們趕快來關心 今年第14號颱風 小犬颱風它的最新動態了 其實我們講到這個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 甚至說它的風雨最大的時間點 就是在今天深夜一路到明天周四的一整天 所以提醒全台的觀眾朋友都要留意 雨時的部分看起來會由北而南 由東往西慢慢地出現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今明兩天一定要嚴加戒備 至於我們看到這個颱風影響台灣幾個重要的時間點 包括了它的暴風圈觸入的時間 都比我們預想當中稍微晚了一點點 為什麼呢 導播我們上一張圖再來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因為整個路徑來看 昨天小犬颱風走得十分的顛破 你可以看到一下往北一下往西的 所以導致它影響台灣的時間點 它的暴風圈觸入的時間點就往後延了 原本我們昨天說應該是在今天清晨的六點鐘 但是呢 實際上在今天上午的九點鐘 暴風圈才接觸到台東的陸地 這進而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了它中心登陸的時間 也稍微的往後延 原本我們昨天說呢 它中心登陸的時間應該落在今天深夜 到明天清晨的這段時間 但是呢目前來看呢 就是會在明天的上半天 我們趕快帶大家來關心 為什麼我們說呢 中心登陸那麼重要呢 因為颱風的颱風點附近 我們說就是它最強的地方 所以呢 中心登陸的地點跟時間 就是這些區域 還有在這樣的時間點風雨 會是來到最強的時刻 我們趕快就來看到 你可以看到呢 預計在明天上午的九點鐘呢 整個颱風的中心就会登陸 台灣台東南台東呢 到橫春半島的陸地了 也就是說呢 這個時間點包括整個東半部地區 離島的綠島藍雨 還有橫春半島 告訴您 風強雨大 絕對是可以肯定的 至於呢 因為它登陸的地點呢 是屬於橫春半島 這邊的陸地面積本來就比較小 比較窄一點點呢 所以預計它的中心很快就會出海了 預計在明天的中午左右呢 中心就會出海 進入到台灣的西南方海域 這個時間點 患南台灣的觀眾朋友要特別的注意了 因為呢 整個颱風最強的我們說核心的一個地方的環流呢 在明天中午過後開始影響台灣 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中午過後呢 風雨會越來越強 一定要小心 但是呢我們講到即便到明天中午過後呢 暴風圈依舊籠罩著台灣呢 至於我們講到颱風的暴風圈 什麼時候可以完全脫離台灣本島呢 恐怕等到週五的中午左右了 你可以看到暴風圈呢 到時候預計呢 整個颱風結構呢 被台灣的陸地稍微破壞之後 暴風圈應該會縮小啊 到時候在週五的中午左右呢 渴望這個暴風圈就會脫離台灣本島的陸地 也就是最快 在週五的中午過後到週六 我們的陸景跟海景才會陸續地解除哦 我們提醒大家 這個颱風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為什麼我們這麼講呢 趕快來看看它的長相了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颱風呢 昨天我們說呢 它的西北側這一塊呢 因為有乾空氣的移入 導致它的結構有一點點 被削了一塊 稍微比較不扎實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呢 它經過一天的統整之後 再度變得十分的渾圓 重點是什麼 開眼了 明顯可以看到清晰的颱風也 我們看到颱風的結構 只要看到了颱風也 你就知道這個颱風你必須小心 因為呢 它的強度真的是蠻強的 整個暴風圈還有眼牆 也是十分厚實的狀態哦 面對它步步逼近台灣呢 我們必須要嚴加戒備 那它現在的位置呢 我們趕快透過了警報單 帶您進一步來看哦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它的位置距離台灣 十分的靠近 大約只有100多公里的距離哦 預計在明天的上半天 中心就會登陸台灣了 所以呢 將屬呢 持續針對這個颱風 海陸井齊發 海景的範圍就是台灣周邊的海域 包括了台灣海峽 東沙島的海面 巴士海峽 還有台灣的東部海面 至於陸井的範圍 現在真的蠻廣的哦 依舊維持是在宜蘭以南 以及新竹以南 再加上澎湖 一共14個縣市哦 提醒這些縣市的觀眾朋友 必須嚴加戒備哦 我們來看到呢 雷達衛星圖哦 隨著颱風呢 逐步的靠近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呢 它的外圍環流水氣 已經一波一波 開始影響台灣的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尤其北台灣跟宜蘭 目前來看呢 雨勢持續的累積哦 中午過後呢 雨下的時間越來越持續 而且強度也有 越來越強的趨勢 宜蘭呢 目前雷到現在 已經來到200毫米的 一個累積雨量 重點是呢 這個雨還會持續的下 而且會越下越大 花東地區呢 其實雨比較 間接性的降雨 斷斷續續 但是提醒您 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這個颱風哦 我們透過啊 它的這個 雷達衛星圖 你可以看到 它比較強的 回坡對流 都比較集中在 颱風核心的地方 也就是說最強的地方哦 風雨 它的雲雨帶 還沒有真的 開始影響 花東地區跟橫春半島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呢 隨著今天深夜到 明天的一整天 隨著颱風逐漸的靠近 略過台灣哦 全台的降雨 都會快速的湧現 風勢也會非常非常的強 趁著今天呢 這個雨比較小的 一個時間點哦 趕快就做好 防台準備了 謝謝玉婷的說明跟提醒 剛剛我們看到 本島除了北北基陶 其他的縣市 都已經列入路上警戒的範圍了 而且傍晚風雨 已經開始變強 我們看到中部的 雲林縣 台南市 屏東縣 嘉義縣 高雄市呢 從今年晚上 已經緊急宣布 六點開始就停班停課了 至於台中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南投縣 嘉義市 嘉義縣 還有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連江縣 以及外島澎湖縣 都在明天停止上班上課 也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 很多活動 像是屏東的南州彩稻節 還有桃園的世界客家 博覽地景等等 都有部分的取消或是延期 那一些景點 包括像龜山島 石梯坪 玉山國家公園 還有太魯閣國家東園登山路線 也都已經預警性的封閉跟修緣了 你要特別注意 交通方面 在離島的交通船 總共有97個航次停航 而航空航班 今天國內線 就至少取消了87架次 國際跟兩岸航線 也取消了25架次 另外台鐵南迴線 則是從中午開始 各級列車都陸續停舍 東部幹線 也在晚間開始 對號列車陸續停舍了 所以我們看到 千萬千萬要特別小心 剛剛玉婷也說了 預計明天早上 這個小犬的暴風圈 就會觸及陸地 那麼它是會從台東 恒春半島一帶登陸 所以全台有16個縣市 都被氣象鼠裂為警戒區 而未來24個小時 預估累積雨量最多的地方 是花蓮和台東 長浪一波接著一波向上涌起 4號下午台東成功岸邊 已經監測到超過4米浪高 還是有民眾前往觀浪 很恐怖 很恐怖 你還沒有看過那麼大浪 有 有 還是很恐怖 颱風小犬來襲 暴風圈早上9點 從台東北端出路 至於颱風中心 氣象署預估5號早上 就會從台東恒春半島 一帶登陸 小犬最新路徑稍微再往南調整 而各國官方也幾乎一致預測 在太平洋高壓逐漸增強導引下 小犬颱風將通過恒春半島繼續向西 而隨著小犬逐漸接近 花東地區首當起衝 現在小犬颱風的位置在這兒 海毒外國環流一波波的帶來雨勢 北部東北部一直都去下着雨 到目前為止 宜蘭太平山已經有200毫米以上降雨 已經到達豪雨的標準 攤開雨量預測 從4號下午2點 未來24小時累積雨量 宜蘭山區可能會來到250毫米 屏東山區四百毫米 花東山區四百九十毫米 小犬帶來大風大雨 全臺十六縣市都在警戒區內 而且越晚南部中部山區 雨勢還會更明顯 氣象局提醒要小心 小犬變風狗 記新聞報導 而且小犬颱風的風場很龐大 再加上又有東北季風的助攻 到了越晚颱風越靠近風力 就會越強了 今天上午十點多呢 臺北市就有路數倒塌 還有多輛停放在路邊的機車 被路數給砸中了 至於在臺中的這個彰化沿海地區 也出現了十級的強震風 在花蓮東大門夜市 有指示牌 硬生生的都被風給吹倒了 而颱風中心之間通過的區域 像是綠島 強震風更是上看十七級 所以綠島的居民呢 為了防臺做準備 讓島上的超商食品區都被掃購一空 而帆船比的二十四小時 即時紀錄的這個監視器 也不敵強風吹 直接陣亡斷線 居民現在很擔心 海葵颱風吹先棚架的災情會重演 紛紛在鐵皮屋頂 屋頂去疊沙包 加強固定 綠島海邊出現明顯長浪 不斷打上岸來 隨著小群颱風步步進逼 離島首當其衝 綠島知名經典 帆船比的即時監視器 不敵強風吹拂 4號下午陣亡 被迫暫時維修 由於航班全都停市 綠島超商貨架上空蕩蕩 因為生鮮食品全被搶購一空 不只生鮮食品被買光 就連麵包也都一個不剩 儘管遊客早就撤離 不過當地居民買物資房台 也讓島上出現食品搶購潮 上個月綠島受到海葵颱風重創 屋頂棚架水塔全被摧毀 居民也擔憂再次出現災損 用繩索來固定水塔 還有居民把一袋袋的沙包 直接放在屋頂上 用來固定鐵皮屋頂 防止再被吹垮 台東立島4號停班停客 餐廳業者雖然沒有營業 不過還是到店內進行巡視 進行放台作業 小泉颱風風比雨大 離島居民也紛紛用膠帶 在玻璃上加強固定 希望能夠減少颱風的影響 島上居民和業者全面備戰 希望能夠將颱風災損降到最低 而強勁的風勢 在臺中今天下午最大的 震風也有八級了 在市區太原路上 有一顆三層樓高的路樹倒塌 壓毀了轎車跟機車 那麼另外在大雅區 清水區還有北區 也都有路樹被吹到 連根拔起 總共造成了四部汽機車的毀損 而在臺北松山的民生社區 也接連發生了兩起路樹倒塌的災情 不過還好都沒有人員受傷 清晨五點台中太原路上 一顆三層樓高的巨大路樹 硬生倒塌 佔據整條馬路 不但壓毀了轎車 一旁的鐵皮物和機車 都受到波及 有風在吹 就聽到醫生就出來看一下 樹就倒塌 社區講說這棵樹有生病了 之前就有反映說要鋸掉 就是要砍掉 就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問題 轎車車頂整個凹陷變形 內裝裸露 車主好心痛 現場也拉起了封鎖線 讓公處人員趕快前來處理 小船颱風來襲 台中市區下午最大震風來到八級 大雅區清水區都有樹木 被吹到連根拔起 北屯民俗公園 則是有樹木斷裂的情形 總共毀了四部七機車 台北宋山民生社區 早上十點多 路樹被強風吹到 底下一排機車都遭殃 出動消防隊員到場 剪斷樹枝 沒想到同個社區下午一點 又傳出路樹倒塌 這一次是直接砸向民宅旁的外牆 三樓玻璃毀損 還好沒人傷亡 近方道場管制 小船颱風還沒帶來雨勢 強勁鋒利 已經造成各地路樹倒塌的災情 威力不容小覷 新新聞 蔡準文林世新 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威力真的不容小覷 而且小船颱風 眼牆是很厚實很清晰的 所以要再次提醒您 未來一天半會是關鍵三十六小時 除了剛剛看到的強風 降雨也會是最劇烈的 花東山區的累積降雨量 恐怕會達到一千毫米 水深緊緊抓著傘 冒險走在校園裡 還有人乾脆不撐傘了 小蠢颱風暴風圈 至少籠罩半個臺灣 這次的颱風風雨都很驚人 今天下午到明天一整天 關鍵的三十六小時 也就是小捲颱風 距離我們最近的時候 目前粗估也有大概七百 到九百毫米等級 那在這短短的三十六小時 下了這麼多雨 這是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數字 氣象粉專分享小捲颱風 掩藏厚實 尤其颱風南半圈特別暴力 加上它的速度走得很緩慢 對臺灣影響會更嚴重 因為它的這個十級暴風圈 有九十公里 所以颱風中心 登陸大概方圓九十公里 是它的風雨最強的地方 氣象署估計五號上午 風速最強的會在嵐 最大十七級震風 臺東恆春有機會出現 十三級以上致災性強風 西部沿海地區苗栗 臺中等地也有八到九級 新北市七級震風 臺北市六級 而消失颱風過了之後 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國慶廉假之後 恐怕又有颱風 接力報導 十月份仍然是屬於 颱風盛產 旺盛的一個月份 那由今天早上 最新的歐洲的數值模式 可以看到 在這個國慶日之後 西北太平洋的海域上面 又冒出了一個熱帶勞動的訊號 新的熱帶勞動預計將會從菲律賓 東部外海由東往西移到南海地區 對臺灣影響相對有限 不過還有段時間依舊需要持續觀察 這對美國政壇來說也是強烈颱風了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跟民主黨合作 通過臨時撥款法案 引來共和黨人的不滿 對他發動罷免也成功了 讓他成為第一位被罷免的議長 意願這個亂糟糟的 所以顯然麥卡錫丟到議長的榜座 不是只有對他個人政治生涯造成了傷害 對美國國會的運作 美國社會的氛圍 乃至於美國援助烏克蘭 可能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我們馬上連線給德州州立大學 政治系副教授溫呂中老師 請教老師群龍無首的美國眾議院 接下來該怎麼辦 還有麥卡錫被罷免下臺 對臺灣也會有影響嗎 因為按照規定 美國國會在沒有議長的情況之下 是不能進行任何議事的 換句話說 等到下一個議長選出來之前 恐怕政治角力還有蠻長的 一段爭奪要走 可是如我們所說的 現在國會進入一個停擺的狀態 如果兩黨想要讓選民覺得自己是 比較願意讓政治恢復平靜的 恐怕兩黨都會很努力的 趕快把議長來推出來 可是如同我們所說 現在的兩極化的政治 不管是誰擔任議長 尤其是罷免的門檻 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任何的新議長 恐怕他都要思考 接下來自己的職務 就算當了議長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能夠持續 而誰能夠壓得住這個正角 再者 另外一個面向也很重要的是 議長他除了會主持議事 而且要有議長才能進行議事之外 其實議長也決定了幾個常設委員會 各個委員會的這個任命 也會由新的議長來做決定 會不會大幅的來改組 這也是要進行討論的 因為每個委員會的主席 其實會主導每個委員會的議程 這當然像是台灣比較關注的 像是軍購啦 或者是外交國防的這些委員會 會不會出現重大的變化 目前美國國會的政治的混亂 事實上全球應該都會很關注 還有今年的台美國防工業會議 美東時間昨天落幕了 汪老師您也在現場 是不是能告訴我們三天兩夜的議程 到底談了什麼又出現了什麼樣的結論呢 從美方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威脅是日益的增加 所以特別的需要了解說 台灣在國防安全上面做的準備 尤其是在新的AI科技 智慧的戰爭 以及所謂的網路安全的部分 是不是台灣有做好相對應的準備 而在軍事軍購的部分 當然也會非常想要了解 台灣的各個陣營 對於未來的軍備的想法 尤其是軍事的採購 以及整體的國防安全戰略 都在這個會議當中有多做的研討 目前因為烏二戰爭的影響 所以其實美國的軍火產業 就是軍方或者是產業界 事實上對於生產鏈上面的延宕 都是一個很大的 都很擔憂 因為需求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在跟台灣的交流上面 也會非常想要知道 台灣在有什麼樣的軍事採購 是更有急迫性的 然後再來做一些協調 跟產業界也要做協調 因為烏克蘭其實要求的還是蠻多的 所以美方在支持烏克蘭的同時 怎麼樣能夠滿足台灣的需求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溝通是很重要 必須要知道 台灣的主要陣營 對未來的國防上面的準備 他們的需求的方向是什麼 所以美方才知道 如何跟產業界來做溝通跟協調 協調特定的廠商 特定的產業 來跟台灣做技術的合作也好 或者是維修的後勤的 後勤的連結也罷 基本上都要先行的來做規劃 畢竟烏惡戰爭還沒有結束 所以其實美方 尤其是軍火產業的這個壓力 其實生產線的壓力也是挺大的 所以台灣在這個時候 怎麼樣提出明確的需求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謝翁呂仲老師的說明 而稍後來關注的是農業粉專 令備好油從恐嚇案 演變成自導自演 事後版主林玉宏道歉 卻貼出了民進黨政 所以議員卓冠婷質疑 林玉宏明明就是超級韓粉 這是上演無間到臥底嗎 稍後帶您關心 農業粉專 當林北好油自曝遭恐嚇 最後演變成原來是自導自演 事發之後版主林玉宏 在臉書粉專貼出了民進黨政 但是被民進黨強制開除黨籍 新北市議員卓冠婷甚至質疑 林玉宏是超級韓粉 所以他根本就是臥底 而現在林玉宏的真實過去也被發現 不但改過名 還有過去他常常拿來說嘴的農業行銷 也被質疑在擔任公司 總經理的時候業績是很慘淡的 夠了啦 夠了啦 夠了 真的 動背掉啦 林北好油恐嚇案 自導自演被拆穿後 還大了啦 秀出民進黨政 我當年啊 說我韓國瑜挺農民的 吳一寧不挺農民的 結果這樣子的人超級韓粉 然後加入民進黨 這很明顯是有目的 入黨時間點選在2020年3月 恰巧是在韓國瑜遭連署罷免之際 民進黨質疑林玉宏宛如台版無間道 這一臥底竟然長達3年多 他後面如果沒沒豬了怎麼辦 而且現在豬又貴 養得又容易死 農民在這種擔心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把豬養得比較大一點 傳出林玉宏本名林海峰 過去擔任家幾人農業行銷公司總經理 因為身處業內多年熟知農產運燒生態 而後成立林北好油粉磚為農民發聲 因而在社群界一炮而紅 如今自導自演曝光 更被起底根本是個門外漢 擔任農業行銷公司總經理 但任職兩年多 實際業績也才2萬多 不要再盜用我們農民的名字 不要再盜用我們農業的名字 來作為政治的供給 林玉宏換身份偷天換日不成 反倒被狠狠撕下隱藏多年的假面具 那在這一起自導自演的恐嚇案中 負責發出恐嚇訊息的是國民黨黨工許哲兵 他任職於國民黨中央政策會 而且是善於經營社群媒體 一度還傳出是要被栽培來選議員的 所以今天民進黨再緊咬 許哲兵的直書長官立委曾明宗 就是網軍投 氣得曾明宗說這根本是胡扯 他是一個很基層的同仁 我真的不太認識他 連名字我都很不熟悉 身為直書長官 曾明宗急著撇清 和恐嚇案裡自導自演的黨工許哲兵 真的不熟 許哲兵跟曾明宗有主從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說曾明宗 事實上許哲兵大學畢業後 就進入國民黨中央政策會 當時主要負責會整每日輿情 進行議題攻防發想 平時做事認真 也受當時新媒體部主任周柏寅關注 周柏寅後來和部分新媒體部同仁 以接案方式替藍營縣市長候選人打選戰 雲林縣長張立善 台東縣長勞慶林都曾服務過 責兵 我們現在要開會 2018年許哲兵被延覽進入張立善團隊 貼身記錄現場日常工作 再剪輯成影片放送 宣傳 後來在前立委張家俊團隊擔任發言人 一度還傳出黨內要栽培選議員 隨著張家俊落選 許哲兵也回到黨中央政策會 做老本行 台大畢業工作數年 薪資停留在三萬五千元 我過去的工作裡面我認識很多錢賺的不是很多的人 但沒有人會去做這種自導自演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這種自導自演的行為 跟到底賺多少錢連接在一起 這根本的事情還是在於林北好友跟這個許哲兵先生 包括他後面的這些事例 隨著農業粉專林北好友 陷入自導自演風波 國民黨黨工 甚至國民黨背後這層關係 都被抽絲剝竊 放大檢視 繼續關心颱風動態 消遣颱風來勢洶洶 先前曾經飽受卡弩颱風摧殘的南投庫山山區 今天下午進行了預防性的撤離 包含孕cription ved來人 roi 消遣颱風來勢洶洶 先前飽受卡弩颱風摧殘的南投庫山山區 今天下午也先進行了預防性的撤離 包含孕婦還有慢性病患者 已經都先撤離到安全的區域 另外清淨農場 下午也開始堆殺包修剪樹木了 防止強風豪雨帶來的損害 避免进一步扩大 平日人潮爆满的卢山温泉老街 如今店家铁门全拉下 完全不见旅客踪影 整条街道空荡荡 仿佛一座死城 泥水不断冲刷 连带侵蚀饭店地基 整栋建筑岌岌可危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这是今年八月 南投卢山温泉遭受到卡努摧残 如今小陈台风来势汹汹 山区居民全都绷紧神经 积极备战 我想我们卢山温泉的居民 经过我们这次几次的风灾 他们也都有一个基本的SOP 只要台风要来之前 他们就会积极的来 做一个撤离的动作 农场员工合力将设施 已已收起 即便台风还没来 原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一早就安排人力进行房台准备 园区内的摊贩也利用 帆布加强固定 就是担心小陈台风带来的 强风豪雨摧毁了生财工具 目前我们农场的房台的准备 工作已经将一些树木 还有一些沙包的堆滞 避免我们停车场跟路边的水 造成有淹水的疑虑 屏东恒春半岛上六个乡镇市 赶在小群登陆前的四号下午 实施预防性撤离 不过满洲常乐村居民认为 每逢台风就要撤村 对此感到相当不满 这边因为是土石流警戒区的关系 所以每次只要台风来 这边的居民就要进行撤村 大概是有八十到一百人 会撤到满洲国中去 帮忙装沙包做防台 国军弟兄也全力投入 降低民众灾损 居民合作要赶在台风登陆前 做好万全准备 金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一整天中南部 包括了这个台中 屏东这里都出现了 比较强劲的风势 那雨势可能还不明显 但是从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接下来的一天半 会是非常关键的三十六小时 所以要特别留意了 这雨势风势都会变得更强 而除了北北季桃明天要正常上班上课之外 宜花东 新竹县 新竹市 还有苗栗台中 彰化 云林南投 嘉义市嘉义县 台南 高雄 屏东 离岛的澎湖 连江金门 明天都会停止上班上课 我们来看气象署的最新预报 提醒当地可能会有平均风 十二级或是阵风 十四级以上的破坏性强风 而今天晚间随着台风的更为靠近 在今天晚间到明天一整天 全台各地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台风所带来的明显风雨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并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颈特报资讯 今天晚间八点三十分 我们持续针对小犬台风发布 海上陆上颈风警报 而它晚间八点的中心位置 是距离俄兰比的东北东方 大约11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它将会以偏西到西北系的方向 逐渐接近到台湾的陆地 那在今天晚间深夜的时候 逐渐通过蓝雨附近 并且到了明天白天 也会逐渐通过台湾的南段陆地 到巴士海峡的这一带 而到了明天白天 逐渐进入到台湾海峡南部 随后持续地往西移动 在今天晚进到明天一整天 风雨最为显著 而目前海面上的风浪 也都相当的显著 那在警戒区域的部分呢 其实目前台风它持续维持 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 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45公尺每秒 而它的暴风范围 也还是维持在250公里 所以目前它的暴风范围 已经涵盖到宜兰以南 还有在台中以南的地区 那目前的警戒区域与上一报 是维持不变的 在海上的警戒区域就包含了 整个东半部的近海 还有在巴士海峡 以及台湾海峡跟东沙岛海面 就在路上的警戒区域 持续还是有宜兰以南 以及新竹以南的各个县市 还有澎湖县 那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其实台湾的各海面的浪高 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增大 目前的浪高都有来到 4到5米以上 而甚至在蓝雨这一带 在台风中心比较接近的地方 浪高来到7.4米左右 那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也都有常浪出现的情形 今天到明天 整体的海面的风浪上面 都相当的偏大 提醒没有必要的话 就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至于在风力方面 我们先由风力观测上面来看 目前风力观测上面 在稍早蓝雨的观测阵风 已经有来到15级的阵风 绿岛的阵风也有来到13级 那这样子的情形 在今天晚间随着台风的更为靠近 这样子的强风势 还有可能会稍微在 那么台北呢 虽然明天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 但是现在晚间已经持续降雨 也冲击到了市区夜市摊商的生意 现场的最新情况 联系给记者徐荣佑 好主播各位观众 小犬颱风来袭 尽管这个暴风圈影响比较多 是集中在台湾的东部以及南部 不过就我们现在锁在大台北地区 在台北的饶河街夜市 现在感觉起来 越晚雨势也是有略微增加的 那其实可以看到 今天在饶河街夜市晚间 也是有商家选择继续开门营业 不过有部分是提早收摊了 其实也有民众是拿着雨具来逛街 他整个饶河街夜市 在这一次台风来袭 究竟受到多少影响呢 我们现在听一下商家怎么说 天气是在下午三点多 大家要做生意的时候 就开始有风雨 那有的风雨大家就收摊就没做了 因为本来游客来讲 今天可能少了十分之一 平常大概有一万人左右在这里走动 那今天可能就很少 不到一千人 好可以听到商家是说了 因为风雨的关系呢 基本平常在星期三呢 其实来客数都是蛮多 但今天呢整个数量 是只有平常的十分之一 那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呢 尽管在整个大台北地区 是比较少受到这一次台风影响 但确实在台北市 还是有发生路数倒塌 情况等于说在晚间 如果民众要出门 采买食物要出门逛街 当然还是要留意一下自身安全 那以上就现场最新 先把时间进口交往给彭丽主播 谢荣誉 再来持续关心潜见国造泄密案延烧 前海军司令部顾问郭喜 今天表示 另外马文君办公室 就是用来瞧事情的 甚至从今在有一年中秋节 送礼的时候 他被当时马文君办公室执行长 杨国良暗示 选举要到了 你应该要表示一下 而且茶几底下 刚好还有一个篮子 不过马文君就回击了 强调如果有证据请提出来 马文君你坐在旁边你还说没有 假如马文君很诚实的面对 持续他的立法委员 我郭喜立刻退选 前海军司令部顾问郭喜又对赌了 这是赌的是马文君办公室茶几下 有一个神秘篮子 那个篮子是在他的研究室的会议桌底下 那天是中秋节的前面 前几天 我们去送礼 杨国良先讲说 大姐要选举 需要一些选举经费 大家请多帮忙 马文就不要骗 不是我郭喜一个人 因为还有别人 他好像形容我们办公室 是椭圆形的桌子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 长行的一个会议桌 他应该要把证据提出来 他一下子说外面的办公室 我已经很明确的表态过 我没有外面的办公室 双方杠上的还包括到底 谁将机密资料 卸给韩国官方 导致和台湾潜见有业务接触的 韩国军火伤遭到逮捕 从头到尾 我们几乎没有主动去讲过 潜见的机密性 讲机密最多的 真的是郭喜 国营党里面 有很多的一个对话 检调当然也会 针对这个部分去做调查 我们的市政都准备好了 就等高检署 因为已经进入了 一个司法侦查的阶段 那我们行政单位 并不适合做任何评论 就是早在2021年 马文君就曾在国防 外交委员会上 提及韩国人 在高雄美术馆附近 有一些韩国烤肉的餐馆 韩国人常常在那里 高谈扩论 吹炫植 这个人是谁 韩国人来的时候 有很多共同的姓 英文叫PAC的是 姓吹的很多嘛 我们根本就记不出 他叫什么名字 你现在问我吹什么植 什么的 我根本就不晓得 前列宣明案 如潘朵拉盒子 一一被掀开 背后庞大利益 也让案情扑朔迷离 近期新闻 谢谢石右伟采访报道 副总统赖清德 今天就在中职会呼吁朝野立委 团结支持潜见国造 还秀出了自己两千零五年 担任立法院程序委员会 赵伟的时候 跟国民党立委 费洪泰等人 为了军购预算护杠的影片 邓大双眼气到插腰 指着国民党立委费洪泰 赖清德罕见爆粗口 下一秒首一挥走下直询台 眼见就要全武行 两党立委赶紧上前阻止 这是二零零五年的赖清德 当时身为党团干市长 没想到军购案预算 遭到蓝营强力杯葛 光是程序委员会 就阻挡了六十九次之多 包含赖清德主持的这一次 国民党说什么就是不愿让军购案排入议程 赖清德整个火都来了 指着台下疯狂飙骂 因为这一天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却在中国和平之旅 十八年前画面曝光就在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卷进浅见泄密案 遭控卖国立委之际赖清德在中职会上重播这段画面 十八年后霸气的赖干市长变成赖副总统 却同样在意台湾的防卫能力 进行为李廷马恩凯台北参访报道 而台湾推动国造潜舰计划 对整个印太地区会有什么影响 稍后请到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胡振东教官 来到现场为我们分析 台湾推动国造潜舰计划 至少从澳洲 韩国 印度 西班牙 以及加拿大等七个国家取得技术 零件跟人力的援助 不过当中最关键的还是美国 从潜舰系统分析 由于这个IDS线上的战斗系统 是由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重包的 所以后续台湾潜舰国造的数量 最大的变数恐怕都还是系在美方身上 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美国国防部前官员 胡振东教官来到现场 跟大家分析 美国协助台湾造潜舰的战略 以及现在美中在印太的绞径 欢迎Tony 方姐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台湾制造第一艘潜舰 美国的帮忙真的是很重要 如果以潜舰制造来看 美方对台军售的这个帮忙 有什么大的转变吗 其实美国对台军售 美国对台国防的support 是一直没有改变 这一次最主要是当中华民国决定自己造潜舰的时候 那美国就开始允许很多军口公司 他需要因为他要帮助台湾的话 需要拿到那个export license出口的允许 尤其是军火方面的东西 所以这些许可都一直拿得到 洛马拿到 雷森也拿到 L3也拿到 任 因为这个前程是有很多美国的系统 然后需要整颗 所以这就代表美国 其实对台湾的军售方面的事实没有改变 只是虽然这个support 这个支持没有改变 但是支持的程度 或者是哪一些方向 或许会有一些微调 因为像这次在做潜舰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找资料 发现其实在两千多年 在两千多年的时候 美国也有说要卖台湾潜舰 当时您是在美国国防部 对 那个时候在 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卖成呢 其实小布什在二零零一年就说 OK我们想办法卖给台湾 八艘这个传统的的柴油潜舰 那那时候麻烦的是美国的 美国自己造的潜舰都是核子的 而且是很大很大的 那如果要重新造这种的话 美国的军火商要去找 Blueprint OK然后要重新建立一个生产的 的Line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会变得非常非常贵 而且造了八艘以后呢 不太划算 因为可能没有其他的国家 有这样子的需求 是吗 所以要给台湾一个价钱可能会非常非常高 然后到底台湾 我搞了那么久以后 台湾不接受 这个会有这样子的考量吗 因为如果价钱很高的话 我们的预算可能会有限 因为我们国防运算一直不是 所以那时候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后来 台湾就决定我自己来 美方其实是有这个意愿 只是有一些现实的考量 有个现实的考量 对 所以到后来拖得太久了 那台湾不能等 不能等 这个威胁是一直在那边 越来越大 所以不能再继续等下去 那某个方面来说 对台湾也不是坏事 因为今天我们有能力 在大家都看虽的状况下 我们自己自治浅见 不过我们其实看到 刚刚这个Tony有提到 这个美国的支持 我们再来看 我们最近几年 特别感受深的是 在拜登政府任内 他已经有十二次的对台军售 分别是二零二一年的八月四号 二零二二年也有七次 那今年也有四次 不过近年美国对台的军售 他一直不卖 像是反潜直升机 这些在台武器 而是出售了弹药 跟零组建为主 我们要问Tony 这个考量是什么 最主要是 台湾如果花十块钱 能够得到的自卫的能力 是什么能力 Bang for the bucks 对不对 你花很多钱 买一个大的东西 那他是不是能够给你这种 最大的嚇阻的能力 我想这可能是美国的想法 那反潜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反潜直升机 其实中华民国已经有P3 可以反潜 那反潜需要很好的资料 因为当潜水在水下面 你看到另外一艘潜水艇 是朋友还是敌人 不像飞机在天上飞可以互相联络 对不对 然后他的资料 如果有好的资料 他也可以想办法听到的声音说 这是这一艘是我的朋友 所以现在话讲回来 台湾自己造的潜艇 国防部应该已经 应该美国在联络 我们如何在共同作战的时候 不会互相打 打到对方 对 所以造一个潜艇 造一个潜艇要打船 很简单 可是潜艇很难找得到 潜艇打潜艇是最零的东西 要杀一个潜艇的最好的武器 是另外一艘潜艇 可是这艘潜艇需要有资料 如何跟这个资料 然后跟你船上的一些直升飞机 和P3的资料 怎么样能够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反潜的系统 所以现在中华民国 多加了一个潜艇 以前就是P3还有船 船自己也有收纳 然后反潜直升机从船上 那比较simple 你现在多一个element的 你潜艇造成了 你要想办法怎么样用 对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additional challenge 可是第一个challenge 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工业拍拍手 因为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他们做成了 不过在从美国 我们刚看到这个卖的武器不同 当然你说也因应其实不同的时空背景 还有现在面对中国的这个战略 可能也会有不一样 你觉得他在卖武器的时候 是有考量台湾面对中国的战略改变吗 一定是 因为美国卖武器给台湾 不是在真空里面 都是会 因为美国跟台湾 跟中华民国 说在国防方面有很多不同的会 每年都有很多不同的level的会 两边会说 ok 我 台湾说我看到的威胁是这个 美国说对 我同意 或者我也看到这个 你有沒有看到这个 看到威胁以后 你要需要什么东西 能够防止这个威胁 ok 你要有这个能力防这个威胁 防弹好了 中共导弹很多 对不对 那时候就说ok 中共导弹很多 那你觉得什么东西 我需要能够把他的飞弹打下来的东西 这些这些 你觉得哪个需要 如果你需要爱国者最零 买爱国者 可是爱国者同时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东西能够看很远 可以告诉爱国者 他有飞弹打 给你一个雷达 整个系统 整个防卫的系统 这些都是事先摊号以后才说 ok 那台湾 你想不想买这个 你想买这个 我事先先讲好 我会卖给你 所以这些不是完全 就是忽然说美国 对 台湾 我要买这个 两边都是开了很多会以后才决定 ok 这个是你需要的能力 不是因为有些人就会一直质疑 美方只想要卖你旧武器 他只是要推销 所以这是当然很多医美论 事实上你看潜水艇 他潜艇现在是mark四十八 mark六那个鱼雷 但是鱼雷是美国最新的 现在美国潜艇都是这颗鱼雷 而且这颗鱼雷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那像我刚才谈的 通常鱼雷以前的鱼雷看到一个船 他会打过去打一个洞 对 打一个洞 人家有时候还可以继续 对 又没有伤到引擎 美国在中东 有一次被人家 那伊朗偷袭一个船 被打了一个洞 回到旁边修一修就好 这个鱼雷很聪明 这个鱼雷看来一艘船 他会到船下面的中间爆炸 把龙骨炸断 把龙骨炸断 你这船就用不了了 所以卖给台湾的 都是最新的爱国者飞弹 爱山最新的 现在美国陆军也在用 所以我看到这些以美论 然后有些亲中共的台湾媒体 会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就想不晓得 真的会很多人相信他们吗 我就会很怕很多人会相信 因为很多假消息 很多假消息 不过美国这几年 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对台军售的武器的类别 有一些改变 那他们是不是对于中国犯台 因为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军方的 这个一些高层 而有对外说 可能中国有什么时间点 可能犯台 也都会有一些提醒 那您就您的了解 美方这样子卖武器的改变 是不是也对于中国犯台时间表 除了跟我们讨论 我们需要什么武器之外 他对这个时间表 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 或是针对这个的考量 美国卖国防武器给台湾 最主要是防止战争 是 很多以美论说 美国就是要台湾去打 台湾不会打中国 美国不会打中国 日本不会打中国 没有人会去打中国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一定是中国开战 就像普京 是 打乌克兰 乌克兰不会去打 乌克兰即使加入北约 也不会去打河俄国 OK 是这些独裁者 自己想做一些 使他自己舒服的事情 是 所以习近平有着皇帝梦 他会不会忽然决定 几百个几百万个中国人死掉 没关系 反正我喜欢做这个 对 所以我觉得美国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可是要想办法 美国和台湾 其他的朋友 能够让习近平知道 你赢不了 你不要随便乱动 然后你的损失会比你得了更多 这种 这种想法 只有在一个会讲理的人才零 一个要发疯的人的时候 他真的会发疯 对 因为教官有说 就习近平就是太unpredictable 所以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 尤其最近在他周围的人 他又开始怀疑 这个这个这个 解放军人士 所以这个他的mental condition 是很重要 当然我美国和中华民国 都会有人在看 有情报 看他的mental condition 因为这也是一个威胁之一 不不但不但只是那些共军 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强 这个在独裁者的脑筋里面是很危险 就像普丁一直说 不会打不会打 那时候布什在二月二十二 他一定会打 两天以后就打了 真的 所以台海方面要把这个看清楚 习近平他的mental state 不但是共军也会给你威胁 那最大的威胁是在那个人的脑筋里面 那说到共军这个 他们自己本身强到什么程度 在台湾二零二三的国防报告书当中 中国海军计划在二零二五年服役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舰就成为台海防务的焦点 那最近也传出福建舰 其实九月底十月初就是要海市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国官媒央视的这段报道 系国试验的关键性在于要检验它的动力 航空母舰是大型的水面舰点 在水的阻力非常大的情况下 你要能够高速的前进 还有一个就是要进行满足额的电力检验 发电机工作以后 能不能够保证大量的用电的需求 你心脏能力和你的供血的能力怎么样 要通过系国试验来进行检验 电力和动力都是达标的 都是符合设计要求的 那就可以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试验 就是出海试验 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 关于中国工台的这个揣测 这个年份一直很多各种揣测 但是蛮多人都讲到二零二七年 所以如果以中国海军这样子的发展趋势 您认为到二零二七年之前 他是不是就具备攻台的能力 其实中共现在具备攻台的能力 他是他只是不敢动 因为他可能就是赢不了 因为你要攻台最主要是你要攻台的话 最好是打得赢嘛 对不对 要不然你因为你要真只是attack 那他任何时候都可以 您觉得即便他现在攻台 他也是打不赢的 到现在他赢不赢 其实是up to Taiwan 是是台湾自己可以控制的 你有决心保卫自己吗 有决心保卫自己 他永远打不赢 无关说美国或是日本这些盟友 台湾自己可以防卫到什么程度 您认为 我觉得台湾可以防卫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因为记得你要赢 你一定要过来 对不对 如果中华民国台湾有自己决心 要防卫自己的话 你几个飞弹打来 他不会投降 因为中华民国防弹的力量很强 然后反舰的力量也很强 现在中华民国很多很多 射军舰的飞弹到处都是 所以打台湾要赢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敌人 台湾海峡 mother nature 是 台湾海峡不是那么容易过 所以呢 我自己的assessment对中共很强 他的东西都很新 可是这几个element合起来可能很难 再加上 台湾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台湾会有很多朋友 来因为他们相信自由民主 中国有很多朋友 一带一路的朋友 你给我钱我是你的朋友 你打仗的话我就不一定帮你了 酒肉朋友 中文是不叫酒肉朋友 不同 一个是 民主 信念 human rights 对不对 一个是你有钱 很好 你给我啊 非洲很多这些leader 你给我钱 我这块地是你的 你可以在这边挖矿 下面九十九年 你没有问题 是你到时候你真的我跟你共产一样吗 不对 不一定是支持共产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台湾应该很proud 因为中华民国的民主系统 是很多国家都觉得 是一个example 很成功 是 所以到时候 人家会来帮忙 也是因为不想看到一个民主的国家 被一个独裁的国家吞下去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是经济方面 我们的护国深山 真的 你也看到一些假消息 哇 美国把台积电的东西都挖走了 台积电生产的地方 在大陆也有生产的地方 日本 德国 在美国知道 生产 它真的是brain trust 还在新竹 是 对不对 可是你就看到一些假消息 哇 美国把这个偷走 美国就不管了 台积电在美国一开场以后 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 他自己 我在想 哎呀 会有人相信吗 我很怕有人会相信 不过 教官提到这个台湾的朋友 刚刚主要就是像美国 然后他也联合了其他 有共同信念的民主国家 对中国的高科技晶片 进行所喉战 但是我们知道晶片 对军武的升级是很重要的 所以您预料 这个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中国 虽然他现在很强了 但接下来再发展 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影响是会有影响 可是不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他自己有 也有发展晶片的能力 所以呢 不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OK OK 可能 slow down 他们的现代化会继续往前走 那他们的武器是越来越好 可是你要有战斗能力 是武器和人 人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你看最近中华民国送了几个营陆军去做很多人一起训练 跟美国在一起训练 然后越来越多美国用这种机会 所以我们美国人也有对在台湾 把美国的作战经验给台湾 中国从哪里拿到作战经验 如果从俄国拿的话 他会很惨 然后其实我用这个机会讲一件事情 你知道台湾有在美国有一个F16中队在那边训练 对不对 他们本来在陆克 后来搬到Tusun 你知道他们才搬去一年 然后每个基地都会有一个比赛 谁是最好 十一队贏第一名 in Turkey Shoes 才到那边还没有一年 那个基地有四个国家的空军 再加上美国 然后台湾是第一名 而且才一年的训练 所以教官会很有信心 说在experience这个地方 台湾其实会贏过中国的 我有很大的信心 因为这种交往 大家不是很公开 可是你也晓得美军一直来 有队来训练 然后有些报纸有照片 好像是个外国人 对不对 一直有因为台湾能够自卫是很重要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很重要 台湾continue继续一个民主 生存民主自由的国家 是对美国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台湾跟乌克兰相比 因为事实上 如果俄国拿走了乌克兰 对美国有什么影响 大家想一想 没有太大的影响 乌克兰是欧洲的bread basket 他们很多食物 要从欧洲 对不对 所以在战略方面 对北约是很大的影响 对美国有什么影响 没有那么直接 对 台湾 如果撕掉台湾 对整个亚洲 整个世界 美国有什么影响 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所以不但是美国会来 你看最近英国西班牙的船 法国的船 因为台湾的稳定 跟这些国家都有关系 最近美国有 你可能听过红旗演习 美国有个红旗演习很大 他演习的参加是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 还有一个国家不记得 可是演习的 是什么呢 保护台湾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飞机在一起 然后我们有假想敌人 假想敌人这个队 就用中共的飞行的技术 来跟他们比赛 所以 为什么一直要练习 就是万一 万一 为什么美国会让 外面知道 我们现在在练习保护台湾 嚇阻 嚇阻 要中共晓得 我们一天到晚在练习 你不要做任何笨的事情 不要开始打仗 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人家说美国卖军火给台湾就想打仗 事实上是保持和平 不要打仗 是为了不要打仗 为了不要打仗 真的 你要你要跟中共和谈 因为很多在在台湾的人说 觉得不要要和谈 你要和谈 也要有条件才能和谈 你要强和谈 你可以和谈到你需要的条件 没错 如果你你很弱的话 你跟他谈 他不必听你的 你做这个 要不然我就打你几次 對不對 你不能和谈 但是常常就会有人去质疑 美國的坚定的态度 到什么程度 像最近拜登 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他就没有提台湾 所以马上又有人紧张了 對 以美瑞的人一直在 那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有语言自由 有press freedom 所以也不能叫他们停 可是大家你要看动作 不要听嘴巴 美国有没有停止军售 没有 美国还开始军援 人家说美国要卖东西 给台湾只是赚钱 现在美国说 OK 我给你free stuff 没错 不用还 不用还 然后我还听到一个人说 美国要给我们这些东西 最主要是以后 他二三十年保修的钱 都会要赚这个钱 我说 美国要给中华民国的东西 应该是中华民国已经有的东西 可是不够 这样子的话美国 美国要给你东西 能够马上有自卫的能力 你给他给你一些新的东西 你还要去训练 然后新的后勤 多少年以后才变成自卫的能力 所以美国这些给的军援 应该是一些中华民国已经有的东西 可是可能需要多买一些 所以保修能力 我们自己就有了 已经有了 美国不可能是给军援是要赚 你下面二十年保修的钱 这是很奇怪的想法 可是以美论呢 他不想任何一个角度来把这个好事 变成坏事 哦哦 你呢 提到我們的防衛能力非常的重要 而且現在我們又多了潛艦 但潛艦夠不夠 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潛艦 明年也才要正式的下水 雖然命名已經開始了 那依照這個國安會 諮詢委員黃曙光的預估 是臺灣在二零二七年 可以擁有四艘潛艦 首先您覺得這個進度合不合理 還有到時候是不是就能夠有效 嚇阻中國 我覺得第一點 絕對不要因為時間 讓自己的潛艦很容易接受 你要讓自己的潛艦驗收的時候 經過最難 最難 最難 past 全部的standard 一定要meet以後 不要因為時間或政治的問題 說好 就讓他過了 不行 不能是政治讓他過關 對 檢驗的時候 一定要很tough 因為敵人不會對你看 是 這是第一艘 第一艘如果你讓他pass 有問題的話 下面全部都會有問題 第一艘檢驗的時候 一定要是經過最vigorious 最難 那這要由誰來檢驗 如果是民進黨政府 好 我們假設接下來還是民進黨政府的話 那他來檢驗 那是不是又會有一半的人覺得你你不夠嚴謹 檢驗應該一定要professional 一定要在這個方面對潛艇很有了解的每個系統 因為一艘船是system of system 有很多系統合起來才變成一艘 因為臺灣潛艇的經驗沒有那麼多 所以很可能是外國來的expert 然後最主要是 很多時候為了時間 像這一次說下水 我想有一點好像被時間方面的壓迫 我要趕快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絕對不要做這種事情 如果你要一個戰鬥能力 do the right thing 好好的檢驗 不要為任何 我們決定幾月幾號要開始出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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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幾月幾號是一個go but it's not definitive 是 ok 如果中間有問題 ok move it back 沒關係的 美國很多系統F35出來的時候 延了多少年 因為一直一直不能pass一些check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能夠pass 往後移 考試不過關 我就重來重新準備 然後一直等到考過為止 對 像我講的 不能求低空飛過 絕對不行 你第一艘如果就這樣子接收了 那下面幾十號是不是都會有這個毛病 沒錯 你就整個flee這個毛病 你不能做這種事情 所以一定要對自己很不好 當acceptance的時候 對自己 言以律己 對 以前我有一段時間做evaluator 檢查軍官的時候 即使我的朋友 我還是by the book 他做錯事就做錯事 你不能因為友情 it's ok 所以中華民眾要這樣子對自己 對自己很嚴格的對自己 把這艘潛艇好好的造成 變成是個很有能力的潛艇 但是如果在這麼嚴格的狀況下 在二零二七年前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四艘 你覺得這也是沒有關係 its ok ok 因為你做一艘爛的潛艇出去就被人家殺掉了 多少人會死掉 是 對不對 你要做一個很好的潛艇 很有能力的潛艇 能夠跟其他系統結合的作戰的潛艇 這樣才真正作戰的能力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作戰能力 你沒辦法嚇阻 敵人小的 根本沒有意義 對 因為敵人小的是真的 你有沒有capability 你真的有這個能力嗎 因為中國一定會曉得 你這個潛艇 根本什麼都不能做 只是好看 像他山東見看 人家也會曉得的 所以不要做這種事情 要好好地把這個潛艇做好 那潛艇好好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一起提說 臺灣要做到這個不對稱作戰 然後說我們要把臺灣打造成刺蝟島 你觀察這樣子的戰略或方向是對的嗎 不是完全對 因為Polkipon strategy 在如果敵人攻來的時候 對 你可以防得很好 可是如果敵人用灰色地帶 tactics Great zone tactics 像現在他在你海旁邊動來的地帶 越過中線這樣 對 他沒有侵略 因為不是你的領空或領海 你要上去看一看 還是你只用飛彈看 只用飛彈看不夠 要不然他飛到你淡水河前面 你把他打下來嗎 不行 你還是要飛機 還是要船 他船在那邊 你的軍艦就過去 我在這裡 這是我的 你不要過來 是 所以因為和平時代的時間可能比作戰 因為作戰可能發生是多久以後 可是day to day 他現在用這個 Great zone tactics對你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一些重要的武器 大的軍艦出去 飛機上去跟他打個招呼 你在這邊 我也在這邊 你不要再靠近了 所以Porkipine是說你一大堆飛彈那些 你要等他到你飛彈射的距離以後再打嗎 不行 還沒有到以前你已經在那邊 過去一點 過去一點 所以我對這個Porkipine strategy 我是覺得有一部分是有用 可是day to day peace time的時候 你需要其他的系統 還有哪些系統 你覺得是我們現在需要增強的 我覺得蔡總統做了很對的事情 就是說你不能讓敵人打你 然後不受傷害 你一定要有源頭打擊的能力 現在烏克蘭俄國打過來 把他打了一塌糊糊 他怎麼只是UAV小小的過去炸這個小炸彈 台灣一定要有能力 你要打我 我也打你 你經濟的地區 替你國家賺錢的地區都在海邊 都在我台灣對面 我都可以碰得到 Hold them at risk 英文講 使你能夠威脅那些 這樣也是嚇阻 所以你要傷我一千 你要有自損八百的打算 那你就會不想自損 你不能坐在那邊 就發射飛彈很開心 台灣打不到我 是 不行 所以蔡總統叫中科院造很多雄風而已 可以打一千五百公里的 在台灣一千五百公里周圍的經濟的發展的地方是很多 對不對 Hold them at risk 你要打我 我也可以傷害你 然後你是靠經濟長大的 我也可以 你下面二三十年可能就要吃苦了 所以這也是嚇阻 對不對 不要開戰 你要開戰我也可以打你 因為你看那些比較親共的媒體 你都一天到晚講台灣會被打到什麼 他沒有講中國會被打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It looks from another angle 是 對不對 沒錯沒錯 今天請非常謝謝胡振東教官來到現場 為我們分享分析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丹方杰 我們下回 謝謝 謝謝 謝謝